楚弟,楚弟,你睁开眼 看看我吗,也看看我 接上集,七七挂断电话 眉镜修红了眼眶 七七,你有点过分了 她现在已经搞不懂女儿和女婿了 女婿将她的儿子给了白伤你 女儿又将她喜欢的张黎给得罪了 妈 楚七七坐在母亲身边,好生劝慰 张黎和我哥不合适,别的不说 她的名字就不忘我哥 张黎,谐音就是藏黎 我哥的名字可是叫楚弟啊 藏黎要在地下举行,多么恐怖 她要是不走,也许我哥就没命了 您可别忘了,哥是带她出去买首饰 才出事的,她却扭头走了 眉镜修纹言,心里咯噔一下 京女儿这么一分析,还真是那么回事 妈,我知道我以前不听话 伤了您的心,所以您喜欢甜美乖巧的女孩 但是有的女孩也只是表面甜美 张黎能唱会跳,会活跃气氛 只能说她善于锦上添花 但于是就溜,说明她做不到雪中送炭 妈,您看一个人,不要看她说了什么 要看她做了什么 张黎看到哥需要鼻似他就躲 这样的人你该庆幸他离开了哥 不然婚后出了事,她离婚开溜 到时又怎么办,我和小九带二哥去京都看病 那么难,张力一下都没帮忙 跟看热闹似的,我能不寒心吗 你要是像夏和花那样,一心想着牛飞飞 我以后就不回娘家 琪琪想到自己之前的早遇,眼泪忍不住出来了 梅镜修见女儿落泪了 她瞬间想起女儿的早遇 是啊,我怎么能和那个死鬼夏和花一样 白商宁,除了之前喜欢过小九之外 也并没有啥大毛病,是自己对她太冰冷了 罢了,回头跟白姑娘道个歉吧 人家白商宁年纪轻轻的 整天为我伺候儿子 又喂饭又擦身的 实属有真感情在里面 这样的儿媳才是难得的 琪琪,你给妈做点饭吃 吃好我想去白商宁家看看你二哥 这段时间全靠你和女婿跑前跑后 出钱又出力,辛苦你俩了 大儿楚天虽然也出钱出力了 但到底受老婆管着,放不开手脚 妈,你说什么话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这就去给妈做饭去 你收拾收拾,头发可乱了 哎,妈这就收拾 吃过饭后 小九开车送梅敬秋去见儿子 楚地被照顾得很好 房间也收拾得很温馨 谢谢你商宁 谢谢你把楚地照顾得这么好 以前都是我对你有偏见 对不起啊孩子 没关系的阿姨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白商宁当即就放下了心理包袱 楚地偶尔也会动了 虽然频率并不高 听到这个好消息 梅敬秋喜极而泣 嗯 楚地,楚地,你睁开眼 看看我吗 你看看我 一家人都围着楚地 眼巴巴的看着她 希望她能再自主的动一下 哎 楚地一直不愿意醒来 因为她和白商宁 在梦里过得非常幸福 而醒来却只能取张力 妈,听到没 我哥叹气了 刚刚好像还笑了 琪琪惊喜地摇晃着母亲的手臂 楚地,你再笑一个 给妈妈看看 楚地依然没有反应 儿子,你睁开眼看看妈好吗 我不阻止你和商宁在一起了 梅敬秋见儿子还是没反应 无嘴伤心的起来 白商宁弯腰在楚地耳边 轻声说了两句 楚地皱了皱眉 缓缓睁开眼睛 她目光扫过母亲 扫过妹妹 扫过小九 最后落在白商宁的脸上 她伸出手 拉住白商宁的手 食指相扣 梅敬秋见儿子睁眼了 激动得差点晕觉 妈,咱先出去 琪琪拉着母亲想走 她也心情激动 但是二哥眼里只有白商宁 让她诉说一下相思之苦吧 别拉我 我得跟你哥说句话 妈,你想说什么 回家找我爸说去 琪琪拉走了母亲 倒是小九没走 琪琪又回来拉走的丈夫 走了 别在这里妨碍人家了 那什么 我就想问问 给她看病总共花了十来万 能还给我不 我也得养老婆孩子啊 走了走了 实在不行 从白商宁分红里扣就行了 咱们一家人 好久没有在一起 好好吃顿饭了 对啊 这两个月辛苦爸妈了 好孩子 不辛苦 只要一家人 能健康幸福地在一起就好 一个月后 商宁 今天想吃糖醋鱼 还是辣鱼汤呢 只要是你做的 我都喜欢 嗯 那你什么时候兑现你的承诺呢 什么承诺呀 我可没忘记 你在我耳边说的话哦 可不心赖账哈 楚弟你赶紧醒来吧 只要你醒过来 我就嫁给你 讨厌 我妈说明天 让阿姨和叔叔 去家里吃个饭 然后谈谈订婚的事 你看怎么样 嗯 琪琪 我说我和你已经过完一辈子了 你信吗 只要你说的我都信 傻瓜 上辈子是我对不起你 这辈子我只想和你幸福地走下去 那我们上辈子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老了的时候 是不是很丑呀 一点都不丑 那我们的儿子 是不是个个都跟你一样帅 上辈子我们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玲玲 而且落水后玲玲就傻了 啊 为什么 因为上辈子 我在辞职后的那天晚上就坐火车走了 而你当时怀孕我并不知道 后来应该是流产了 哦 那江月和白牡丹也在一起了吗 没有 江月在悬崖车间爆炸的时候就没了 白牡丹一身孤独中老 那白商宁嫁给我二哥了吗 没有 白商宁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一月而终了 啊 怎么大家都过得那么惨呀 对不起 琪琪 以前我对你那么不好 你恨我吗 不恨 毕竟是我从牛飞飞手里把你抢过来的 有你真好 朋友们 珍惜身边对你好的人 不要等到错过再后悔 时光不可重来 喜欢记得关注我哟 下个故事我们还是主角哟